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一个赞助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部真实事件改编成的犯罪大片 金矿,男主肯定是名勘探家 自从接手的主辈传下来的矿业公司后 他就每天都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到更大,做到极致 但是由于国家整体的经济不紧弃 所以男主家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 更可能的是公司每股低到四美分了也依旧无人问津 为了不让家族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公司 就将在自己手上垮掉 男主每天都在四处的奔波着 希望有人可以帮助自己投资公司 在劳累了一整天后 晚上男主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梦 他梦见了自己几年前去过的印尼 以及那位名为麦克的弟子学家 他不仅对矿石和弟子有很好的研究 而且还会说印尼语 于是第二天 男主一起床就偷偷当掉了女儿的金首饰 然后出发去找麦克了 虽然麦克的生活也过得不太如意 但因为他甚至现在的矿业不好做 所以开始麦克根本没打算加入男主 但是执着的男主却就坚持不懈的说服着麦克 还保证自己会全而支柱麦克 一起找到大矿石 于是有点心动的麦克就带着男主 一起来到了一片热带雨林 两人在一段跋伤涉水后 麦克向男主展示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凹陷的小山丘 麦克认为那里一定藏着什么 可以挖掘的东西 而男主也被这壮观的景象给震惊了 就这样两人终于达成了共识 他们在一张布条上签署了合约 并交由麦克保管好 随后两人就开始计划着后续的步骤了 男主到处宣传着自己 接下来的打算和宽业公司的卖点 让人们为自己的计划投资 随后两人就怀揣着远大的梦想 开始勘察和开采矿产资源 一开始的时候大伙还是信心满满的 感觉希望就在前方 但当他们收到了一次 彼此还要糟糕的第一次幻影报告后 所有人的动力都被削减了很多 再加上热带雨林动不动就下雨的气候 更是无形之中加重了公伦们的作业负担 不仅如此 男主那边筹集的资金也花费的差不多了 他和麦克已经没有办法支付给大伙 足央的佣金 于是感觉到没有希望不想再继续冒险的公伦们 就决定要离开 这让男主非常的崩溃 更倒霉的是他还染上了一场严重的热病 可就算是这样 男主满脑子里面都还是想着 要怎么做才能挖到金矿 以至于麦克把男主扶到床上的时候 他口中都还在念叨着 别让我一无所迫的就这样死去 后来麦克又找到了当地的公伦们 告诉他们现在的情景 而公伦们则向麦克展示了自己家中的情形 因为没有干净的水源刻以后 公伦们的孩子也染上了热病 于是麦克就把当地功能需要干净的水剧院这件事情 传达给男主 因为他认为如果能够帮助公伦们 安装上过滤系统 并成功解决喝水问题的话 他们就会愿意再次回来工作 于是男主就把自己的最后一点钱 全部交给了麦克去打理 而结果也和麦克所期待的一样 公伦们全都回归了 挖矿工程再次启动 这器件虽然男主一直病倒在床上 但是麦克却都打顶的紧紧有条 他告诉男主他们又取了17个状态样品 其中有些部分每端含金量高达8暗示 听到这个消息后 男主整个人直接精神的起来 他激动的报警了麦克 不停的对着大商高呼着 我们找到了金矿 男主一瞬间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紧接着男主就立马回到了家中 带上女友一起出发到一片草原 向女友展现他们将要在这里安家的美好运景 而各大投资商在知道了男主和麦克开草的金矿后 也分方向男主的公司抛出了橄榄枝 于是断时男主的矿业公司就变成了业内的佼佼者 不仅有一堆大咖想要加入和收购 其市值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路飙升 因为大家全都相信男主他们发现了近十年来最大的金矿 但也因为这样男主变得越来越知道 以至于即便有很强的公司想要加入男主他们时 男主也像不太答应回事一样 没有立马就答应 渐渐的男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奢明 在宴会上不论是鼎鼎有名的大老板 还是身材活辣的名女都想要接近男主 而女友在看到男主这样的状况后 便不禁开始担心了起来 于是两人就有了争执 女友告诉男主那些人其实根本就不在乎男主 看出了就男主的钱和名气罢了 但男主却始终执迷不悟 他认为自己心里完全有数 于是女友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就选择离开了男主 在没有女友的日子里 男主继续沉浸在自己生命的小日子里 某天晚上他甚至还和一个在宴会上认识的金发妹 搞在了一起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 男主签署的大公司负责人光头男 拿到了一份合同鞋印 私下找到了男主 男主在看完鞋印后得知 他的股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就变得气愤不已 不仅如此 光头男还想男主签下署名 怪怪领取属于他的那份价值 3亿美元的财产 但是因为男主一方面 始终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足足备备毫不力创造出来的一切 就这样拱手烂狼 一方面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所以他最终还是回绝了 与此同时 在印尼雨林中工作的麦克 也受到了影响 男主他们在印尼当地的 开矿许可证被撤销了 不仅如此 大公司在联合印尼政府 封锁的矿山的同时 还招来了军队 而麦克在得知了男主 放弃了价值3亿美元的财产后 他更是一顿大无语 一瞬间 男主的金矿就讲没了 毕竟这是一场资本加盟的游戏 他们想要什么时候终止 就可以什么时候终止 而男主公司的股票 更是因此一路猛跌 瞬间什么也没有的 男主看起来狼狈极了 他只能买罪消愁 让自己不那么难过一点 在失去了浮华的生活后 男主又想到了罪的女友 他还来到了公共电话亭 拨打了女友的电话 给他留言 说了一大通自己掏心窝的话后 然后就坠倒在车上 第二天 麦克就从印尼跑了回来 他把男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后 又告诉了男主当年 自己去找旅途矿 结果找到的却是同框的事情 而听完这个故事后 男主就自然而然地 联想到了自己身上 本来他是要去挖金矿的 没想到 找到的居然是一个好朋友 既然现在挖不了金矿 已经成了定局 男主和麦克就得试着通过其他的法子来解决 他们找到了苏哈托印尼政府的小儿子 知道小儿子是一个每天只会花天酒地 不务正义的人 男主和麦克就想着 拉小儿子一起入伙 利用小儿子改变苏哈托的主意 让他重新做出对男主公司有利的安排 结果也正如男主他们所料想的一样 小儿子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 然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分层的问题 其中男主的公司占有开采金矿15%的分层 小儿子则作用剩下的85%的分层 这个消息在传到大公司老板的耳朵后 这下子轮到大公司那边开始着急了 而男主现在不仅可以重新开采金矿 同时还被国家矿业协会授予了金号奖 男主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采矿者 这让男主非常的高兴 他立马就到了女友上班的地方 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女友 却看到了女友正和一个盼难了再开心的交谈者 于是满怀一催的男主就没有再继续上前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在斑甲典礼上 男主把自己的故事真诚的诉说了出来 就在所有人都为他鼓掌的时候迈克离开了 然而曾经在获奖快乐中的男主 却没有发现迈克的巧男离开 也并没有发现事情有任何的不对劲 直到第二天他被这电话铃给吵醒了 所有的投资人都堵在男主的公司门口 自问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原来有一家独立的幻影公司 对男主他们的矿业进行了幻影 然而结果却和迈克的发现大不相同 那片矿地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金矿 还是那种自食自重就没有存在过的那种 这个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打在了男主的身上 而之前迈克之所以能有含金量那么高的换银单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提前在矿图里面偷偷撒上了金缝 现在男主家的矿业直接被停牌了 所有买他们家股票的人全都大亏 然而迈克却提早一步先抛空了首例的股票 并换成了价值1.60亿美元 这次男主的公司可以说是真的彻底破产了 连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出动了 他们搜刮走了男主公司所有的资料和误件 而男主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记者们 承认自己失败了 他觉得自己被迈克狠狠地烦咬了一口 若迈的男主回到了自己住的酒店后 也不能停歇片刻他被警察继续审问着 警方告诉他迈克在一夜之间 带着价值170亿美元就将消失了 所有的资本家都对此感到非常生气 而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还发现迈克是带着这笔基金回到了印尼 然而他们却在印尼找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他的中介 他们认为迈克要么是被转移到金狱 给关押了起来 要么就是他贿赂了某位官员后上了一艘直升飞机 直接从2万米的高空上跳了下去 但是男主却不相信警方的这套说辞 他不相信迈克就这样死了 表面上看迈克已经下站了 然而他身后的那笔巨狂却始终笑落不明 男主告诉警方 自己的朋友和邻居都因为这件事情损失了很多钱 而自己更是损失了一切后 警察终于结束了对男主的调查 可以说男主目前算是摆脱了诈骗罪的嫌疑 但这依旧没有让他好受到哪里去 于是在影片的最后 没有钱再继续做决定的男主只能来到了女友的家 女友告诉男主家里还收到了几份寄给他的邮件 而其中有一份便是迈克悄悄寄过来的 男主拆开邮件后 眼镜里面瞬间又充满了希望 因为里面除了放了一张当时他们草率签署的那份布条合同以外 还有一张具有的支票 看完这部电影我只能说男主的这段人生真的就像是过商车一样 不是一下子所有的利益都蜂拥而至 就是一瞬间全部的财产被一扫而空 有的人认为男主其实一开始可能就知道这一切就是一场骗局 但是在看到男主为了梦想能够拒绝掉那份价值3亿美元的财产 以及他最后收到的支票眼里上发的光芒后 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男主只是一个怀揣着远大理想的拼职7年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商铃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